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晓啊 你就就把这纸给辞了 那你下边打算怎么办呢 我可以做自由撰稿人 自由撰稿人 这就写上了 这什么 遗障 这遗障是不是就是你得那遗障啊 韩晓这 抑郁症是不是就是神经病啊 妈 其实这抑郁症和神经病啊 它是有区别的 它不一样 不像 可是那个 就是前一段你跟沛青出去治病 那么长时间 是不是啊 那这个佩青 说那病例是假的 骗我 我还真信以为真了 你知道吗 说实话 以前我们家孩子不会说谎 就自从跟你结婚以后吧 真的会撒谎了 妈 其实我那个抑郁症我已经好了 我那个各项指标全都正常了 不可能 我跟你说 人都跟我说了 就这个抑郁症 只要一得上 你别想去根 大夫也跟我说了 说抑郁症康复以后呢 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而且大多数人呢 他一辈子都不会复发 真的 这很像你 你看你 你知道你有这病 可是你 你还拖累着我儿子 你 你这么着做 你是不是太自私了呀 妈 我知道过去这段日子呢 我给沛青和这个家都带来了很多麻烦 我现在会克制好我的情绪的 不会再让沛青痛苦了 我们俩已经商量好了 一定会把这日子好好地过下去的 行行 好好地过下去 真的 我跟你说啊 过去我们那日子过得挺好的 就自从你进了我们家这门 哎呦 就这倒霉的事 一件接一件 一件接一件的 你 你 你别说吧 沛青让人打 被人杠上法庭 又被停职了 是吧 你说这时候你 你又把这工作辞了 干嘛呀 坐着等着吃钱饭 妈 我这写小说 这撰稿我也有稿费的 我不会在经济上拖累沛青的 我跟你说 沛青 我这个人就特别值心里藏不住事 当初啊 你跟他结婚的时候 我跟你们俩算过命 这那个算命的说了 你们俩八字不合 你还特别命硬 客夫 我开始真不信 可是你看现在这事 一档子接一档子的 啊 不是真的 谁还要你听我跟你说啊 我呀 就这么一儿子 我还指着他给我养老呢 你现在全都搭在你身上了 你 你看这事你 你能不能放过我儿子 妈 我和沛青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的 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 我希望您能支持我们 行吗 哎 这事我 我 我是明白 可是你 这能当饭吃吗 嗯 我不跟你拐弯 我跟你直说啊 安琪他爸爸 就是在美国啊 有个朋友 他在那儿呢 开了一个妇产医院 想让这个谁啊 想让我儿子到那儿去当院长去 所以我就说啊 我求求你 你放了他 你放了他 让他去美国行吗 喂 晓晓 我以前一个老领导 从美国回来了 待会儿我要跟他碰面 会晚点回来 没事 你忙去吧 妈在家里面问到你吧 没有 你放心 我一定尽量早点回来 记住我说的话 妈不管说什么 千万别跟她一般见识 我知道了 放心吧 好了 给 沈亚 贺青 妈 贺青说她晚上有事 就不回家跟我们吃饭了 妈 您想吃点什么 我现在就去菜市场买去 随便 你给咱们做什么 咱就吃什么 对了 饭里别下药就行 回去吧 铁青 帕儿 杨叔 丁青啊 请坐 杨叔 你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 怎么不叫我去接你 这些小事就不能麻烦你了 那你这次回来 是不是有什么大项目要做 我给你朋友赫兹 在美国开了一家妇产专科医院 这次回国就是来招贤纳士的 我可是第一个就想到了你 这院长一直啊 非你莫属 怎么样 跟我回美国去吧 谢谢杨叔 你干中 不过我真的不想再过那种 身处异乡的生活了 其实我在国外学这么多 就是想赶快回来 好好做点事情 沛青的觉悟还真高 你的事啊 我都听说了 国内条件差 工资待遇低 这都不是问题 可被人冤枉 这心里不舒服吧 您也知道我们这份工作 这一换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 不管我在哪里 到会发生不生了 你先别忙着拒绝我 再好好考虑考虑 我呀 有内心的 安教授去世 我也没赶上他的追悼会 听说他把资产都捐了 是呀 丁当现在几岁了 现在都六岁了 我见过安琪 我看他心里头啊 还是想了跟你破镜重圆 你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们就 杨叔 我已经又结婚了 我跟安琪是不可能的 只要你答应给我回美国 我可以拿出一笔遣散费 跟你现在的妻子 怎么样 我真的很爱我老婆 所以杨叔 不管你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我都不会丢下来不管的 那下次 把你的新媳妇带上 我倒要看看 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把我们最有才华的院长 搞得这么死心塌地 来来来 用餐吧 小心小心 挺的 妈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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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当 阿姨也好想你啊 来 让阿姨看看 妈 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这我儿子的家啊 我儿子家也是我的家呀 带着你的 丁当 你好不容易来一次好好陪陪奶奶 阿姨给你们做晚饭好吗 好 去吧 叮当过来 叮当过来 妈 我还是觉得不太好 我还是带叮当走吧 待会儿平清回来肯定会生气的 她生什么气啊 她为什么生气啊 除非她是 也不认我了 把我从这儿轰走 她是带你的喝水 快点 你喝水 你还行 夏夏 老公 你回来啦 爹地 叮当 叮当怎么来了 孩子 妈 詹琪怎么在这儿 怎么了 我想叮当了 安吉哥送孩子来了 不行 你这太 妈 我走了 安吉 你孩子 你干吗呀 叮当 走 我们回家 你孩子留着 你自己回去就行了 你怎么说话的 叮当是我的儿子 我们一起走 叮当 你这孩子你 让孩子说不愿意走 你为什么非掉了 妈 这不合适 你这你留孩子呀 你 安琪 安琪 安琪你听我跟你说呀 你说你这孩子 我 我怎么了 我 你怎么让安琪到家里来呢 那夏夏怎么办 这太过分了 妈 我过什么分啊 我过分 我想我孙子了 安琪给我送过来了 怎么了 那你别人愿意多想 你就多想嘛 我也没辙呀 妈 妈 老公 你怎么能这么跟妈说话呢 可真的太过分了 没事儿 我没事儿 你赶紧去哄哄妈妈吧 我来做晚饭 对不起 没事儿 去吧 别让妈妈不高兴了 快去 好 !! 好 看一看 我怕 ready 都想不來 快来 快去啊 真的妈 你 rather 这不都跟你说了吗 平常对笑笑好一点 这也对孩子胆笑不好 小子 什么时候的事啊 男孩女孩啊 这才多久 哪看得出男孩女孩啊 不 你放心吧 妈 你要知道了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好 真是太好了 儿子 她最好生个女孩 一儿一年你就全了 我跟你说啊 韩笑如果生了闺女 我给你带着 每天啊 我给她书各种的小片传 各种的花裙子 她不能跟画好蝶似的 儿子 我跟你说啊 妈就不逼着你们离婚了 妈 我去看看 快去 快去 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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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 你没事吧 你怎么能跟妈这么说呢 现在顾虑不了这么多了 你这病刚好 我不能让妈影响你的情绪吗 不行 要不咱跟妈说实话都了 你现在好好地配合我 谁都不知道 没事吧 来啦 没事 回来吃饭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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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吃饭 慢一点 你扶着她慢一点 慢一点 我没事 妈 你说你这身体不舒服 你怎么不早说呢 弄得自己跟受气媳妇似的 吃饭吧 吃什么呀 来 吃素的 是不是爱吃素的 来来来 你吃这个 吃这个 对 吃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素 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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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挺好了 你别忙了 你别吃这 让她吃 我让她吃 来 你吃 你吃 我 我打这 多吃点 好 来 小心烫 烫 这个奶怎么怪怪的 老公 我刚刚在网上查了 网上说 如果还剩一个卵巢 如果是健康的话 还是可以怀孕的 我们要孩子吧 干嘛这么着急啊 怎么能不着急啊 再拖下去会露馅的 妈要是知道咱俩骗她 非恨死我了 你去再装两天孕妇嘛 等把妈火回去之后 我们再慢慢想办法 可我 我真想要个孩子 要不这样吧 我们俩干脆不要孩子了 我们就可以跟我们两个 一个人世界 你觉得怎么样 你什么意思啊 一伙一个想法的 我不管 我就要一个我们俩的孩子 你倒是有叮当了 我老了谁管我呀 现在都什么年代啊 你还指望得有孩子要老 等我们老了之后就是我陪你 你陪我 我们互相照顾对方就好了 那怎么能一样呢 我同事都说了 没有孩子的婚姻是靠不住的 而且两个人只要有了孩子 才能真正算成亲人 那我跟安琪不也离婚了吗 可你们两个要是没有叮当的话 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我断四连的 我不管我就要给我们俩的孩子 我想把我小时候 没有得到的父爱母爱 都给我们的孩子 让她能够幸福地长大 这十月怀胎真的很辛苦 你现在的身体我真的很担心 身体身体 你老实说我的身体 我现在身体很好 我现在身体没有问题 我都 我都准备好了 我都准备好了 那你先把牛奶喝 你这是怎么这么没情调啊 这个时候还得喝牛奶呢 好吧 好吧 你还愣着干嘛 跑 老公 我那个抑郁症我已经好了 我那个各项指标全都正常了 不行 万一她那抑郁症 要是遗传给孩子怎么办啊 不行 不行不行 不行 佩清啊 佩清 什么事啊 妈 你出来一下啊 佩清 你出来 我有话我跟你说 我这儿刚走不明白 还要是孩子不能要 万一她那个病一传给孩子 可怎么办呢 这我是医生还你是医生啊 这为什么我说的话 你永远都不相信呢 那别人说的话你都当圣子 你永远都让人家当枪使 不是 没事啊 可真没事 我 我会拿我自己的孩子开玩笑吗 那倒是 赶紧睡吧 行行 那你赶紧歇着吧 嗯 妈 起来了 妈 不好意思 我们俩齐吧 没事 没事 快点坐吧 来 来 再慢一点 慢一点 都给你们盛好了 来 吃吧 都说有慢的孩子像个宝啊 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多少天了 自己多少天了都不清楚 还看她干吗呀 是咱家是有个大夫 但是你自己得明白 对了 还没见那个党的吧 是不是啊 今天你带着她 赶紧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做个全面检查啊 待会儿到医院 我就带她去全面检查 吃吧 快点 哎 谢谢妈 哎 对了 你这个怀孕的时候啊 这个 一定要小心啊 嗯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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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我客里还有事不送你了 要是我回去妈问起我来 我怎么说呀 你就按照我教你的跟她说 她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放开来问我 那我 没事的 回去吧 你记住了 不管妈说什么 你都别往心里学 放心吧 我先走了 嗯 嗯 又娘 嫂子的发现结果出来了 癌细胞控制得很好 对象指标也很正常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太好了 好人有好报 我就知道嫂子一定会没事的 哦 院长 那我先出去了 有事你叫我 嗯 喂 叮当客户头了 她在哪 我马上来 妈 妈 哎呦我天哪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你说你 哎呀你这时候 你能这么重的东西干什么呀 没事 你别人动我动 我动我动我动 你这孩子也是 这时候你不能 能这么重的东西 给你买的 谁喝了对身体好 好我先放这儿 我来我来 哎呦你这孩子 真没事 妈 你是没事 我孙子有事 知道吗 妈 您不是老九娘吗 给你摆着泡脚呢 泡脚盘 啊 嘿嘿嘿 好 以后不许乱花钱了啊 你养孩子以后 多少钱啊都不够花啊 给我孙子攒着 呦 妈您做了这么多菜呢 能让您做呀 我来我来 您给我停点 其实我都做好了 就剩一个汤了 你等着吃就行了啊 等着啊 喂 老公 你怎么还没回来啊 叮当在幼儿园 把头给磕破了 啊 叮当把头给磕破了 啊 丁当把头给磕破了 啊 严重吗 那给我磕破 不是 怎么了 叮当 啊 这托儿所阿姨 干什么吃得不好好看孩子 不是 你们在哪呢 我去找你们 那呀 什么什么不用我去呀 那不成 比我看 我看了没事那才没事呢 啊 行 你你你 妈你 妈你别着急啊 我跟你一块去 你别跟我去你啊 你在家在家里等着 就慢慢地吃这饭啊 对了另外吃了那个饭呢 那碗别拴 放在植子里 你等妈妈来说啊 行啊 你千万别着急啊 行啊 你真的不用我去吗 不用去 快点快点快点 那我还是把你去的 行啦 快点啊 我先走了啊 叮当吃什么 吃披萨好不好 妈咪给你加披萨 乖 琳达 喝什么呀 唯一圆浆 服务员 来瓶唯一圆浆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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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 吃一口 吃一口 真乖 医院以前那个副院长 杨广义 你还记得吧 记得啊 他前几天从美国回来 我们还见过面 杨叔叔他也找过我 他现在跟朋友 在美国开了一家复产医院 他想让我劝你 过去当院长 你觉得这事怎么样 他找过我 我解决了 儿子啊 你听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 去美国当的院长挺好的 你先去 你去了把我和你爸都接过去 妈 我当初选择从美国回来 就没打算再回去 这边到底有什么好的 做医生这个行业 风险又高工资又低 我就不明白了 干嘛非要待在这儿呢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要觉得这里不好 你怎么还不走 妈 您看他 他就这样 行了行了 有什么事回家说去 现在别说了 先吃饭 就这私脾气 你拿来 好 避孕药 这个奶怎么怪怪的 干净我们俩就不要孩子了 我们就可以过我们两个的二人世界 你觉得怎么样 妈 您前两天去那边 什么情况啊 什么 什么什么情况 那边啊 那边啊 您忘了 哦 那个 好像 韩啸吧 怀孕了 啊 怀孕了 妈 您不会真想让韩啸给您生个孙子吧 这 这是我能说了算的吗 妈 这抑郁症可是不真是症啊 就算好了 她还会再犯的 根本除不了根 我跟您说 我跟您说 我在美国我就知道有过这么一个案例 特别恐怖 有一个女的她得了抑郁症 晚上在家里犯病了 就拿着菜刀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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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全砍死了 多恐怖啊 哎哟我的妈呀 这不疯了吗 对呀 而且这种抑郁症 好的时候 根本看不出来 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 一犯病 六亲不认的 哎哟 要说那韩啸 平时呢 倒是看着斯斯文文的 她这一犯起疯来的时候 真是跟换了个人似的 啊 就是啊 你不是见过了吗 太可怕了 哎哟 哎哟 好吧 就成全你要的自我 本来 也不过我们再相互解脱 终于 等到陌生人被啰嗦 终于一起喝醉过 一天各自生活 我想感谢我沉默 不用再交出承诺 让我跟无聊的人 分享寂寞 还笑啊 你真是嫁了个好丈夫 做了就错过 这次抱着你的温柔 有变成处愿的失落 我们都有错 我们都奄破 没遇到小美 陈琿的 有公导我 亲切虽 夏夏 回来了 我出去透透气 妈没跟你回来啊 妈回家了 听她没事吧 皮外香没什么事 对了 你吃饭没 我吃过了 我先进去换一下衣服啊 我不用再交出承诺 到我的舞标的人 不想寂寞 你 唱起来 你说你喜欢男孩女孩 随便 人家说男孩随母亲 如果我们生个男孩的话 一定长得好看见了 你到底怎么了 我问你 你真的想要跟我生孩子吗 当然了 你怎么这么问呢 这是什么呀 你听我解释吗 你如果不想要跟我生孩子 你可以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们从疗养院回来的时候 何教授跟我说了 短时间内你还不适合有孩子 他怕你的抑郁症会复发 可是 可是我现在的身体已经好了 我知道你现在身体好了 你的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 你身体的各项功能指标 都很正常 你已经完全可以生人 当母亲的角色了 真的 真的 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我也是担心你的身体 所以才会做这些 不过现在你已经恢复了 而且 我也准备好了 不然你就干嘛 你想干嘛 我 我想干嘛 我 我 我告诉你 你想干嘛 你怎么又来了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是来复查的 你要不给我看 我去找别人啊 行了行了 先坐吧 那你现在怎么样啊 没事吧 我没事找你干嘛呀 我 我觉得 我这边的硬块 越来越严重了 那你去看了中医 吃了中药你吃了没有 我这段时间都快被你们家那个 折腾得跟他一样疯了 哪有时间吃中药啊 行了 要不这样吧 你先去拍个片子 到时候不行的话 动手术吧 动手术 要切掉啊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硬块 喂 好 我慢过来 你找汪主任先拍片子 啊 不要敷衍我 我不去 我在这边等你 请你坐 韩笑 啊 你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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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啊 你就从美国回来 迟到的毛病也没改改 不好意思 娜娜 点了那么多好吃的 都是你爱吃的 谢谢啦 我可听说了 你把我们业界最帅的 副产科大夫给甩了 你就别提了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我这儿有一个朋友 生病了 我今天找你来 想让你帮我看看这个 他得了什么病啊 内心说应用语 我也看不懂 韩孝 谁啊 就一个朋友 解册的卵巢切除了 白细胞控制得不错 没有扩散的迹象 发现得挺及时的 从这个报告上来看 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真的假的 哎 这样 暖巢还被切除了 他是你朋友吗 这么大事你不知道 娜娜 我今天有事我先走了 改天我再请你吃饭啊 你这就走了 你这么着急啊 不好意思啊 拜拜 妈 您看 我给你买了一个泡脚盆 晚上您没事的时候泡泡脚 促进血液循环 对身体好 天哪 怎么回事啊 这泡脚盆热卖啊 前些日子那韩孝 还给我买一个呢 你啊 趁早 把它给我退了吧 他也给你买了一个 妈 您怎么这么快就变心了呀 变心 变什么心呢 哎呦 这傻丫头 哎呦 我这不给你省钱呢嘛 我不要您给我省钱 我孝敬您的 他那我偷用了 那你用我这个 没跟你说 我偷用他那个了嘛 那您用我这个嘛 这孩子 我去换衣服去了啊 行 好 呦 不行 安晴啊 嗯 经上院检查了没有啊 去了 结果怎么样啊 她已经说要做手术 啊 那么严重啊 妈 您别担心 是良性的 只不过沛青说 要我好好治疗 不然的话就会恶化的 这这这得听沛青的啊 好好治啊 好嘞 哎呀 你看你这个 这个被子呀 你这得叠 我平时老给你叠 今天还没顾得上呢 还有了衣服是不是啊 没事没事 我自己叠 我自己顾 没事的 我自己来 这病历啊 大夫怎么写你这个病历 哎哎哎哎哎 干嘛 你 我呛了什么呀 我得看看 我得看太夫怎么给你写的 韩孝的病历啊 怎么在你这儿呢 嗯 我今天不是去沛青那儿了吗 我就看见给拿过来了 你偷她病历干嘛呀 我哪偷她的病历了 我只是顺手给拿过来了 不是那 她在上边那写着什么呢 妈 我告诉您一个天打的秘密 坐下 哦 我告诉您一秘密 哦 没事 这韩孝啊 她得癌症了 啊 切了一个暖巢呢 哎 真的假的呀 嗯 我已经找了一个专家看过了 亲证万确 哎呀 吓死我了 简直是 她心怎么这么大呢 你说 是呀 又得癌症 这还得癌症 还把这卵巢给切了 哎呦 真是平时装得跟没事人似的 你看看 天哪 她还有孩子呢 哎呦 她这些病 她要遗传给孩子可不行啊 不成不成不成 这些事我得跟这个谁 我得跟着贝青说 哎妈 你可别跟贝青说啊 到时候我韩孝跑来找我 我可受不了了 她太可怕了 我可怕她了 你说韩晓这面多硬啊 我 我就说嘛 我就说她是扫把 行吗 你看看 你看看 我说错了没有 你说我说错了没有 你看看 妈您别激动了 是的 你说我儿子 哎呦我儿子 你说我儿子怎么贪上扯命啊 这倒霉的事一件一件的 真是的 妈您别激动 您别激动 我跟你说安琪 我跟你说啊 这些事要摊在别人身上吧 我肯定特别投您 我还可怜任您 我呀肯定跟你一块儿哭 秩庸 你即使没关系 然后 就是怜啦 葶 宝贝 住 øre 给我 这些事innen 还有 是 给 你 本当 continents 你看